哈囉各位親愛的朋友晚上好 我是少數沒有橘色化身的爸爸超人啊 那今天呢是10月7號禮拜三 昨天禮拜二更新改版之後呢 就是有陸續發放這個橘色化魂卡 我看好多朋友都得到這個橘色化魂卡 OK沒有關係啊 因為我上禮拜的這個衝裝活動 更正是上上禮拜衝裝活動 我最高只有衝到加11而已 所以什麼化身都沒有啊 但是至少還有這個活動可以參加 那這個中秋節活動呢就是 我目前啊全部的月光玉都已經取得了 現在就是可以換20張的一個藍色換服兩次了 待會就來另外看看 看可不可以就是合到好的質便 強化我待會打國戰的一個能力 OK兩張都給他換完了 好我站在這個長耳跟貂蟬的中間 看可不可以運氣好一點 抽到我最想要的一個水腰 好因為水腰是女生 那長耳跟貂蟬也是女生 在他們中間的話就是 女性的能量比較多啊 機率可能會比較高一點 單純是自己幻想的 好OK我現在有43張這個藍色換服了 我要煉化了 OK 藍色換服耗盡煉化 可惡 好吧算了 這家事 各位朋友晚上國戰見 拜拜